一件事很多人没意识到,四小时就可能导致血栓。 国庆假期尤其注意 国庆假期来临,一谈及长途旅行,探亲访友之事。 众人皆心持神网,满怀憧憬。 但你可能没有意识到,在你开车长途奔波, 或者坐在飞机、火车上看着电影放松时, 一个潜在的危险正在悄悄逼近,长时间不动, 可能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甚至是血栓。 你是否想过血栓距离我们有多近? 血栓这个词,很多人听到后会觉得离自己很远, 仿佛是年长者或者体弱者才会面对的健康问题。 然而,现代生活的节奏和我们的生活习惯, 已经把这看似遥远的健康威胁拉近到了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 尤其是在长时间久坐的情况下。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假期里坐了四五个小时的车或者长时间窝在沙发上追距, 起身的时候感觉腿脚发麻,走路有些僵硬。 或许在你眼中,这不过是寻常的疲倦。 然而事实上,这或许是血液循环欠佳的一种警示。 当你的腿部肌肉长时间处于静止状态时,血液回流受阻,容易在血管中形成血栓。 切勿小去此乃小问题,一旦血栓骤然脱落入血管,严重后果或接踵而至, 甚至可能引发致命的肺栓色。 国庆假期出行,久坐就是健康的潜在敌人。 国庆假期,许多人选择自驾游,坐飞机或火车出行, 不管是哪一种方式,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都可能对身体产生危害。 医学界有个专有名词叫经济仓综合症, 最早是用来形容长途飞行时,因空间狭窄,活动受限导致的深静脉血栓形成现象。 如今,这个名词已经延伸到所有长时间静坐的情况中, 包括开车和长时间久坐办公等。 相关数据显示,若静坐时间超过4小时, 血栓形成的风险将显著增高。 这种情况不容忽视,需引起高度警惕。 在此类情形中,因重力作用及肌肉挤压的缺失, 腿部静脉血液亦在小腿等地滞留, 从而形成深静脉血栓。 这一点,在国庆假期尤为需要关注, 因为长途出行常常让人保持不动状态几个小时。 了解血栓的形成过程, 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理解, 我们可以用堵车来比喻血栓的形成过程。 人体的血管恰似交通网络, 血液宛如车流。 通常而言, 二者应通行顺畅,毫无阻碍。 但当某些条件如久坐不动导致血流减缓或停滞, 就像高速公路上的车流突然遇到障碍, 血液开始变得粘稠, 形成小块的血栓。 这些血栓就像马路上的小石子卡在血管内。 如果不注意, 随着时间推移, 血栓可能会变大。 一旦这些血栓脱落, 进入重要器官的血管, 如肺、心脏。 就像一场交通事故一样, 会造成严重后果。 如何识别血栓的早期信号? 度假出游或长久静止之后, 若出现下列迹象, 须高度警觉, 腿部肿胀特别是单侧性。 小腿时而会产生触痛之感, 时而又如抽筋般疼痛。 肌肤线红蓝斑点, 局部发热。 无故呼吸急促, 胸痛, 心跳加速。 此等可能为血栓初期症状, 久坐后由须留意。 倘若血栓游离至肺部, 即可能引发肺栓色, 致使呼吸困难, 甚至给生命带来严重危险。 国庆假期如何有效预防血栓? 尽管血栓显得颇为害人, 却非无法规避。 采取若干减变的防护手段, 你足以减小此风险。 游在长途旅行之际, 定时站立活动, 无论乘车、乘机或乘火车, 酒度乃血栓生成的头号隐患。 故而, 提议每坐约一小时便站起活动, 舒展腿部肌肉。 若起身不便, 例如飞行途中, 可做腿部简易运动, 如交替抬脚尖与脚跟, 或微抬腿并轻柔旋转脚踝, 穿着宽松衣物。 旅行时优选宽松服饰, 腿部油肾, 紧身裤袜会加剧血液回流障碍, 提升血栓风险, 维持水分补给。 长途旅行时, 虽有人为减少如厕而少饮水, 但这有害健康。 长期处于缺水之态, 会令血液浓稠度增高, 进而增加血栓形成的几率。 这种状况不容忽视, 需引起高度警觉。 时刻注意补充水分, 为维系身体水分的均衡, 需按时补水。 此乃维持机体正常运行的关键, 可使我们的身体一直处于佳态, 远离酒精与咖啡因。 长途旅行中, 人们常饮咖啡或酒以提神放松, 但咖啡因与酒精会导致体内湿水, 加剧血液粘稠。 故应尽量避开这些饮品, 选择水或果汁更为有益。 使用压力袜, 若你血栓风险较高, 如肥胖。 吸烟、高磷或血栓家族时, 长途旅行时可考虑穿戴压力袜。 此袜能促进腿部静脉血液回流, 进而减小血栓形成概率。 功效卓著为腿部健康给予强力支撑。 是护腿之家选。 据相关数据表明, 健康风险远超你原本的设想。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 每年有超过十万例与血栓相关的死亡病例。 其中大部分是可以预防的, 尤其在长途出行期间, 久坐导致的血栓风险往往被忽视, 但它的危害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以长途驾驶为例, 一项研究表明, 开车超过四小时的司机, 发生血栓的风险比正常人群高出两倍。 这种现象不仅仅出现在老年人中,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由于工作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长时间保持静止, 导致血栓发病率逐年上升。 可以说, 血栓不再是老年病, 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对的健康危险。 国庆假期是放松和享受的时刻, 但在享受假期的同时, 我们也不能忽视健康风险。 血栓并不是不可预防的, 通过一些简单的生活方式调整, 比如保持活动, 适当喝水和穿戴合适的服装, 我们可以大大减少血栓的发生几率。 毕竟, 健康乃是我们得以切实畅想假期的根本基石。 唯有拥有健康, 假期的美好方能被我们真正领略于享受。